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富家新品发布会接近尾声 不少人将目光看向台上的男人 富白两家联姻 可富家少爷似乎并不满意这场婚姻 不然也不会有富于花天酒地 也不归宿地传言 不少记者将富裕围在中间 习惯性想问出一些豪门八卦 从前,没人能从这位富家继承人嘴里 挖出什么消息来 可今天不知为何 话筒递到富裕嘴下时 他却意外开口了 逢场作戏 我夫人不会介意 镜头里的他笑得散漫 话落,引起现场一片轰动 这话便是正面肯定了那些传言 我喝茶的动作一正 没料到今天富裕为什么会这么反常 可下一秒,镜头一转 我看到一张清纯的脸 他安静坐在台下 长发披肩 脸色带着清浅的笑意 抬头望着台上的富裕 或许是听到回答 双眼弯得更好看了 茶杯一晃 茶水洒了出来 感受着浸透到皮肤的烫意 我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 三年了 走了三年 林雨昕又悄无声息回来了 虽然富裕始终风流在外 圈内人心知肚明 可这些终归都是大家私下里 茶余饭后的探讨 事实上 我们都未曾越过这条线 像是包装完整的华丽金球 尽管内里已经腐烂不堪 可外表依旧绚烂美丽 如今 富裕却主动卖了出去 撕破了这层伪装 宣告我这富夫人的位置 在他心中不过而而 而这一切 是因为林雨昕的回国 富裕回来时已经很晚了 他身上带着酒气 入门时便注意到客厅里的我 自从富裕时常不回家后 我已经很久不在客厅等他回来了 他敏锐察觉到了不对 很快反应过来 脸上又重新带回了笑意 今天的采访 你看啊 我没有回答 富裕走了过来 伸手 抬起下巴 让我与他对视 什么意思 他笑 与我闹脾气吗 我看着他沉默 嗯 下巴传来加重的痛感 富裕在我注视下 笑得很轻 富夫人 他刻意咬中富夫人三字 是提示 也是嘲讽 曾经的富裕也是这样看我 面带讥讽 富夫人的位置 才是你需要的 事实上 富裕说的并非完全不对 我的确需要富夫人这个身份 可他也知道 我爱他 爱了六年 所以他在报复 报复我曾经拆散他们 林雨昕的出国 他始终认为是我做的 我抬眼 平静与他对视 一直不开口 怎么 你在生气 他低笑起来 指腹划过我的脸颊 富裕好奇的语气中 带着嘲讽 你真会在意吗 白旭青 你想要的 不就是富夫人这个位置吗 富裕 我看他 你就不怕我离婚吗 怕呀 嘴上这么说 可富裕那漫不经心的语气 没有丝毫在意的神色 都表示他笃定我不会 可你会吗 富裕就是吃定了 我舍不得富夫人的位置 更舍不得离开 这几天 富裕几乎从不着家 富裕从不过生日 因为生日那天 也是他母亲的忌日 留妈来富家很久了 她看着我手里快要完成的平安符 还是没忍住开口 夫人 这也是要送给先生的吗 可先生他 富裕他不会回来 也不会看到 倒不是真想送给他 我摆弄完最后一针 将他放进盒子内交给留妈 只是习惯了 习惯了在生日 动手弄些寓意好的小玩意 但自从结婚后第一次生日 我拿着礼物 在客厅等了富裕半夜 都没等到后 我便在没在她面前 提过这些事 只是今年 我做得格外仔细 熬了几夜 我抬眼看着留妈 放在老地方吧 留妈抱着盒子犹豫 这次也不给先生吗 没必要 我的生日宴在月底 但这次不是一场简单的宴会了 各大商骨赴宴 是白家的一次机会 当年我与富家联婚 也是为了平度难关 若这场宴会顺利举行 白家往后的处境会平稳许多 我再三告诉富裕 这次宴会 宴请了不少豪门贵族 无论如何都不能缺席 灯火通明的大堂内 满堂宾客 可却迟迟不见富裕的身影 大堂内传来不少低语 都说今晚也是林家大小节的晚宴 富家少爷和林家小姐的事 当年在圈内闹得沸沸扬扬 没几人不知道 可如今三年已过 林小姐再次回国 可偏偏在今天 在这重要时刻 富少爷却缺席了 主持面带男色看我 富夫人 这 时间到了 我微笑着走上台 开始吧 话音刚落 台下突然响起一片唏嘘 原来是林雨昕这场晚宴上的热搜 不怪众人大惊失色 林雨昕简单一场晚宴 富裕不仅人到了现场 还送去了一条 全球限量款的项链 不少人都知道 年初时我为了这条项链费了不少心思 依旧没能拿到手 如今 富少爷就这样轻飘飘送了出去 早上给富裕发的消息 依旧还没回 我捏着手机 自嘲地笑了笑 垂眼平静拨通了富裕的电话 富裕 十分钟内给我回来 生气了 富裕在那边嘀嘀地笑了 白絮青 很少听到你这副语气 可我不想 怎么办 我没说话 挂了电话 低头静静望着手表 富裕还是赶了回来 但他身侧多了一人 一细黑色礼裙 波浪长发 站在富裕身侧 无比般配 是林雨昕 抱歉各位 他笑得温和 有失耽误了 因为什么事 众人心知动明 林雨昕戴着那条昂贵的项链 走过来瞅打招呼 白小姐 他笑意温柔 不请自来 打扰了 来就是课 我看向众人 小插曲 宴会继续吧 晚宴虽然一波三折 但最终举办成功 只是我和富裕林雨昕三人 成了圈内 茶余饭后探讨的新素材 甚至还能在人群中听到 我这位富太太 名不副实 并不得宠的话语 是啊 富裕今晚的举动 当真是一点情面 都没给我留 我靠在窗边往外看 夜色如墨 连颗星星都没有了 不远处 和富裕关系不错的兄弟打去 富少这样 就不怕嫂子离开吗 富裕不为所动 甚至因为提了我的名字 神色都带着鸡巢 富夫人 不会的 她说得笃定 当晚富裕回家时 我在客厅等她 她看到桌上的婚戒 愣了一瞬 什么意思 她脱了外套 在我身侧坐下 轻拔高尾声 没什么 我垂眼 这位置有些腻了 听到这话 富裕反而笑起来 白絮青 你真在跟我生气吗 因为那条项链 还是语心 富裕总是这样 轻描淡写 说出商人的话 从前会让我难过 可时至今日 已经不再会有什么感觉了 富夫人 坐好这个位置 富裕没什么耐心 凑在我耳边的气息 轻轻痒痒 我真的很忙 没空陪你演戏 富裕拿起戒指 重新帮我带了回去 时至如今 她依旧觉得我在做戏 我将戒指摘了下来 在她眼前转了一转 随后两指一松 戒指在空中旋转 落在地上的声响清脆 富裕 我抬眼看她 离婚吧 戒指在地上弹了两弹 滚到了富裕脚底 富裕盯着戒指 沉默了两秒 我没再看她 转身往回走时 手腕忽然被人抓住 有进步 富裕弯腰捡起戒指 这次我们富夫人 居然学会用这位置置气了 她垂眼看我 语气不明 你这次又要摆弄什么把戏 我已经很大限度去接受你了 富裕靠近 眯着眼将戒指放在我的手心 别再给我制造麻烦了 好吗 嗯 戒指冰凉 再次回到手心 我看着眼前这爱了六年的男人 忽然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后悔感 富裕 我攥着戒指望向窗外 上学时 我就很欣赏你的性格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你依旧没变 或许是察觉到我语气里的嘲讽 富裕 轻轻拧眉 什么 自信 什么意思 我当着富裕的面 捏着那枚戒指 用力丢出了窗外 滑出一道极浅的弧线后 戒指融进叶色 彻底看不到踪影 意思就是 富少爷真的很自以为是 清早 律师将离婚协议送了过来 我去找富裕时 才发现富裕昨夜便走了 刘妈一整个早晨欲言又止 她盯着桌上的离婚协议书 频频出神 夫人 纠结再三 她最终没忍住开口 你真的要和先生 我轻轻点了点头 富裕昨晚走的吗 是 先生昨夜似乎心情不太好 刘妈 你大概看错了 我语气带着嘲弄 她高兴还来不及 我拨通了富裕的电话 响铃三声后 富裕低沉的声音传来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喝了口咖啡 平静开口 回来签个字 电话那边静了一秒 富裕语气不明的开口 白旭青 你到底想要什么 一句话 忽然将我拉回了三年前 那时的富裕还没有这样沉稳 那夜 她撑着伞在大雨中质问 白旭青 你到底想要什么 富裕将林雨昕一声不吭地出国 怪到了我头上 林雨昕出国前 最后一面见的人是我 可她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甚至连她出国这件事 都是我从富裕嘴听到的 原来林雨昕给我下了这样一步暗棋 她离开前 故意让我和富裕之间产生分歧 林雨昕眨着那双眼 朝我笑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你喜欢富裕对不对 你要知道 我能成全你们 可也能动动手指 就让富裕对你的态度跌落谷底 富白连姻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无论富裕如何反对 这件事都不会改变 林雨昕不爱富裕 但她也不想放过她 于是她出国前 单独约了我 三年来 富裕对我的态度 她一直都有关注 我不止一次解释过 可对于我的解释 富裕显然更偏向林雨昕 因为反对这场联姻的 从始至终只有富裕 林雨昕出国 彻底断了富裕的念想后 她更能乖乖接受摆布 不是吗 富裕冷冷看我 你想要的 不就是富太太的位置吗 是 那天我垂下眼 第一次没有再次开口解释 富白连姻 富裕 我要富夫人的位置 回过神 富裕没了耐心 等你想好了再说吧 我再次重复了一遍 富裕 我说 离婚 咚的一声 富裕一言不发挂了电话 随后的几天 富裕像是消失了一般 电话不接 消息不回 再次看到富裕 是在林雨昕的生日宴上 林雨昕比我们都小一岁 模样又清纯 很受圈子里的喜欢 我看到富裕时 她和林雨昕被一群人围在中间 静心打扮过的林雨昕 在富裕身旁倾笑 上扬的眼线 平添了几分妩媚 注意到我这不速之刻 大堂内忽然安静下来 富太太和富少爷之间的事 这几日在圈内疯传 白旭清三年的陪伴 终究还是抵不过林雨昕的回国 不少人的目光 扫过富裕和林雨昕后 落在我身上 带着浓重看戏的意味 富裕身侧的兄弟 轻轻拱了拱她的手臂 富少爷 你夫人来了 富裕懒懒抬头 轻轻恩了一声 不慎在意 不好意思 我看向林雨昕微笑 不请自来 打扰了 林雨昕大放得体地回笑 说我疏忽了 没有请富太太 她目光在富裕身上扫过 低笑了一声 我以为富太太不会来的 今日是来给富少爷送东西 听到这话 富裕下意识皱起眉头 富总 让我好找 那天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白旭清 富裕变了脸色 她显然没想到 我会特意找过来谈这件事 她凑过来压低嗓音 我给你留了冷静时间 这位置当时是谁拼命都要征下的 富裕抬眼看我 平日惯有的笑里犯的潮意 签下后 富夫人这位置就和你再没关系了 你真想好了吗 我点头看她笑 那不是正如富先生所愿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富裕眉头忽然微不可查皱了一瞬 但也只有一瞬 富裕又恢复了那懒散随意的模样 富先生接二连三阻挠 我看着富裕轻笑 该不是舍不得与我离婚吧 求我 富裕目光扫过我 她嗓音冷下来 我就同意 如果这样能让你同意离婚的话 我不介意说些你喜欢的话 富裕眉头轻轻皱了起来 我将离婚协议拿出来 放到了桌上 离婚协议书五个大字映入眼帘 周围人忽然变了脸色 直到这刻 富裕低头盯着离婚协议书 神色才逐渐变得凝重起来 周围议论升起 我不想在意他们在之间的谈论 伸手将签字笔递了过去 富少爷 请吧 富裕盯着桌上的离婚协议 顶了很久 面色从未有过的冷冽 那夜 富裕那些好兄弟们也变得神色 富裕手里的签字笔歌之作响 白续青 你来真的 富裕盯着我 一字一句开口 你真要和我离婚 注意到动静 林雨昕没忍住走了过来 白小姐真会挑日子 林雨昕目光扫过离婚协议书 话里情绪不明 偏偏选在我生日这天砸场子 让人很难不联想 因为我的出现 让白小姐一气之下 做了这个决定吗 虽然没什么 但我还是要解释一下 富少是以好朋友的身份参演的 三年不见 林雨昕依旧是这副模样 我端起桌上的酒杯 晃了凉晃 抬眼看她 林小姐 能麻烦你一件事吗 什么 不等林雨昕说完 我忽然将手里的红酒 朝她脸上泼了过去 林雨昕尖叫出声 实在很抱歉 我在和富少说话 我放下酒杯 礼貌看她 所以 可以请林小姐 可以闭嘴吗 周围响起一阵惊呼声 红酒顺着林雨昕 那张精致的脸往下躺 她将在原地 半想都没回过神 我转身看向富裕 逐渐没了耐心 不要浪费我们彼此的时间 富裕脸色难看 红酒低 飞溅到她身上的定制西装上 她气急返笑 轻轻擦了擦衣袖上的酒渍 好的很 希望有天白小姐 不会为自己的选择后悔 富裕压低声音 到时候 就算你求我复婚 我也不会同意 看她签完协议 我转身出了门 不会有这一天 我搬出富家那日 富裕破天荒的没有出门 她靠在桌边 静静看我收拾 黑漆漆的眼底 不知道在想什么 其实并没有多少东西 我不太爱买 结婚三年 富裕送给我的礼物 更是屈之可数 收拾完 我头也不回 走出了富家大门 年少时期的喜欢 终究还是被这些年的冷淡 一点点磨灭了 对于两家离婚 采访时 富裕隐晦不明地盯着镜头 说了一句 会回来的 一句话炸了了大家的兴趣 圈内都在谈论 一气之下提出离婚 清醒过来的白续青 肯定万分后悔 上演追伏桥段的可能性很大 大家耐心等了一段时间 众所期待的白家小姐 耐不住要复合的场景 也没有出现 后来一晚聚会 在一家小有名气的酒吧内 我碰到了喝酒的富裕 酒吧内音乐震耳欲聋 富裕在一旁的卡座 没有看到我 周围围着几个许久未见的面孔 大概是上学时期的同学 难得聚到一起 听说是白续青蹄的离婚 当年他那么喜欢富少 怎么舍得 周围一片富贺 富裕盯着酒杯 不知道再对别人 还是对自己说 他会回来的 有人打去 富少这么肯定 是有什么消息吗 富裕仰头惯了酒 没有说话 他们聊了很多 聊着聊着 又聊回到了我头上 富少 要我说 白小姐对你是真的没话说 一位兄弟大概喝多了 口齿不清地对富裕说 上学那时候 雨昕随口一个玩笑 说你登山被困在里面了 当时雨多大呀 白小姐二话不说 就去找了 另一个打了一个酒阁 要我说 还是那次的画画比赛 因为富少一句话 他直接离开了考场 就是不知道 富少到底不喜欢白小姐什么 离婚了 富少会后悔 富裕忽然将酒杯重重 砸到了把台上 箭在手背上一层 他抬头看了过来 你说什么 平常富裕都是一副懒散模样 此刻她的模样 却严肃地吓人 周围人收了笑 小心翼翼看她 怎么了富少 这是 你不是知道吗 是啊 当时你还说 无聊的游戏 谁会信 可白小姐就是信了 富裕的脸色越来越差 说话声音 也越来越没有底气 这些 雨昕没告诉你吗 富裕坐回座位 往嘴里猛地灌了一口酒 她低着头沉默下来 那一片忽然就没了声音 凉酒 还有什么 富裕捏着酒杯 声音都犯了寒 都说出来 难得一场聚会 也让我听到了不少消息 原来当年 林雨昕在背后 搞过这么多小动作 我没再继续看下去 转身出了门 静止奔向了林家 有些事 还是想当面问清楚一些 路上时 我靠在窗边 想了很多往事 那时圈内都说 富裕和林雨昕 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是横空出现的联姻 拆散了他们 但富裕应该比谁 都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林雨昕不喜欢她 这些年 她一直将林雨昕的出国 怪到我头上 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就算没有这场联姻 他们也不会在一起 我去时 林雨昕正在客厅画画 我朝她打了招呼 林雨昕 三年不见 你还好吗 林雨昕愣了一瞬 富 哦 现在应该称你白小姐 若是找我虚旧就算了吧 林雨昕浅笑 我们还没到这个情分 林小姐真会说笑 我来找你 怎么会是虚旧 只是想问清楚 当年了一些事情 林雨昕停了下来 靠坐在沙发上 那条项链还在她脖梗 被灯光映照的闪亮 当年 什么事 当年大雨时 你说富裕被困在山上 是假的对吗 林雨昕支着下巴想了好一会 才想起来 白小姐还记得着呢 林雨昕腕眼笑 当时随口一个玩笑 你怎么就信了呢 所以你这转交的所谓的礼物 也是你给的 那时林雨昕穿着干净的长裙 撑着伞站在我面前笑嘻嘻说 富裕已经被人带回家了 她说很感谢你能为她这样 所以让我将这个转交给你 当作谢礼 那份礼物 我一直好好收着 收了很久 当年也是因为这个回应 坚定了我继续喜欢富裕的决心 如今看来不过是林雨昕一时兴起的恶劣玩笑 当然是我给的咯 林雨昕点头 她歪头看我 故作惊讶 你该不会一直不知道吧 她低笑起来 那双眼里 盛开了甜美的笑意 是啊 我才知道 所以立刻过来找你了 找我 话没说完 猛地被一声清脆的掌声打断 林雨昕被这巴掌带着偏过了头 抬头震惊地看我 林雨昕 我转动着发麻的手掌 你真是恶心地让我意外 从前你仗着我年少的喜欢 为所欲为 如今还有什么仪仗 林雨昕回过神 下意识起身 就想打回来 被我死死攥住了手臂 我仔细端向她这张单纯到不能再单纯的脸 凑在她耳边笑了 别急 我还没说完 我从她手里夺过画笔 静静观赏了几秒 三年不见 林小姐可能不太了解我的变化 听说这次林大画家回国 是为了下月初的采访直播 我笑起来 林雨昕感觉到了不对 正美景辈地看我 你想做什么 当年的谢礼 我就收下了 我朝她笑 下月我的回礼 也希望你能欢喜收下 林雨昕当年凭借一副森林间的喜欢 拿下了比赛的冠军 但没人知道 那是来自我的灵感 我的废稿 从前我没有去计较 可现在 我忽然提起兴趣 去翻一翻旧账了 并且将翻旧账的时间 定在林雨昕看重的采访直播上 但这就需要我再次回一次复家 因为那些东西 我统一和那些小玩意一起 放在了阁楼 今晚富裕忙着聚会 不会回来 时隔多日 再次回到复家 有种恍如隔世的感受 刘妈看我的眼神 带着阴水光 父 她似乎还有些不太习惯 白小姐 你回来了 刘妈 将阁楼的东西都取出来吧 刘妈愣了一瞬 还是习惯性地点头 好 她将这些封存已久的东西 统一放在了客厅 每一件 我都能回想起当时的感受 我找到想要的资料后 起身看向刘妈 麻烦将这些都丢掉吧 刘妈震惊看我 全部吗 嗯 已经没有留下的意义了 对了 走之前 我告诉刘妈 不要对富裕说我来过 刘妈沉默地点了点头 然而话音刚落 没等我离开 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有远即近 逐渐靠近 我和刘妈对视了一眼 富裕回来了 富裕带着满身酒气推开门 神色看起来极差 带着消沉的情绪 路过客厅时 她目光扫过桌上的几个盒子 这是什么 她靠近仔细观察了几秒 眉头逐渐皱了起来 为什么上面会有我的名字 刘妈犹豫了两秒 还是说了出口 这些都是夫人曾经要送您的 送给我的 富裕低头看着盒子内的各种小玩意 有的上面还带着一些祝福 都是各种手工玩意 对于富裕这种富贵少爷来说 不值得一提 然而此刻她却看得仔细 越看眉头皱得越紧 为什么我从没看到过 提到这个 刘妈深深叹了口气 夫人曾经为了这些 熬了好些夜 但少爷您没有一次回来过 后来夫人每次做完 都统一放在阁楼搁置了 富裕忽然正在原地 有些难以置信 一次都没有吗 刘妈摇了摇头 没有 富裕身形恍惚了下 刘妈鼓起勇气开口 富少爷 这些年夫人对您如何 我都看在眼里 您怎么就 舍得这样对待一个 真心对您的人呢 又是这样 富裕垂眼 嗓音带着沙哑 为什么偏偏要在离开后 才让我知道这些 我站在二楼 摸不透富裕这态度是什么意思 但我并不想现身 也不打算和他再有牵扯了 就在我转身 准备回房躲避一下时 富裕像是有所预感般 抬头看了一眼 就一眼 他脸色巨变 正在原地 上楼的脚步声急促 没几秒 眼前便站了一人 我抬头 对上富裕的目光 这些富裕看我 都是你做的吗 我吃笑 这些对于副总来说 不过是些 上不了台面的小玩意 刘妈 我平静开口 都丢了吧 不准丢富裕死死盯住我 刘妈 放回去 丢不丢 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 我随意点点头 随你 为什么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富裕 我没忍住笑出声 别让我觉得你很好笑 是我没告诉吗 只是你不信罢了 我说过不止一次 富裕垂眼 我从来都不知道 你为我做过这么多 就当我喂了狗吧 你今晚回来 是为了找我吗 你想多了 富裕还想说什么 被我硬生生打断了 富少爷这些醉酒话 留给林小姐吧 天色很晚 我要回去了 从前不是极度在意我 夺了这副夫人的位置吗 如今我让出来了 富少爷放心 我不会回头来打扰你们 我转身要走 忽然被富裕拉住了手腕 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了吗 我皱起眉头 我以为过不了多久 你就会回头的 这些天 为什么一次都没有找过我 清清 她低声问我 你还爱我吗 从未想过 这话有一天会从富裕嘴里问出来 我觉得嘲讽极了 你觉得呢 如果我说 我后悔了 你会回头吗 富裕 我回头笑得讥讽 喝酒喝得脑子都没了吗 从前频繁出现在林雨昕深侧的富裕 忽然没了踪影 反而开始频繁出现在我的周围 富裕找过来时 我正在晚会应酬 交谈甚欢时 忽然有人闯入了 看到时富裕的那刻 众人神色各异 她怎么来了 是来找白小姐的 可是 他们不是离婚了吗 富裕的目光 在屋内扫尸了一圈 最后落到我身上 静止朝我的方向走来时 周围忽然安静下来 这还是离婚后 两人首次在公共场合露面 令人意外的是 坐下后的富裕并没有说话 他脸上没什么表情 就这样盯着这边看 和我谈话的男人不自在地顿了顿 富少爷似乎有事找你 不然白小姐先去忙 我和他没什么好谈的 我和男人换了位置 下一秒 富裕也迈开腿跟了过来 到最后 男人实在顶不住 找借口溜了 之后但凡是这样 富裕总是会出现在我的周围 一言不发 沉默地给对方施加压力 我忍无可忍 富少爷 你搞清楚 我与谁接触 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我不想 他垂眼 看到你对别人笑 我会止不住烦躁 我压下心底的脏话 富裕 你在犯什么件 别来烦我 月初 林雨昕的采访直播开始了 谈到最初那部获奖作品时 林雨昕神色里满是骄傲 那是我的第一部作品 也是我最用心的作品 直到现在 我都很满意 并且无法超越 直播间内一片仰慕和吹捧 气氛到达最顶点时 林雨昕的神色却突然变了 因为她忽然在采访内 看到了我的身影 为什么无法超越 林小姐想知道原因吗 因为这部作品 根本就不是林小姐的创意 而是我的 当然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澄清一下 我摊胎已经泛黄的画 与之相似程度 极为接近的初稿展现出来 右下角的时间 却比林雨昕的早上 整整一月 林大画家 你说呢 画音刚落 直播间内忽然爆炸了 白续青怎么会 突然出现在这里呀 她说的是真的吗 难怪林雨昕之后的话 总是没有最初的味道 怎么可能会有最初的味道呢 这是我小心翼翼暗恋的感受 是年少时的喜欢 是藏在心底的 纯粹的悸动和爱意 林雨昕的名字取得很好 森林间的喜欢 阳光照不尽之 繁盛盛的林里 森林里的喜欢 永远困在其间 直播间一时间 涌进来不少人 尽管林雨昕大叫着停掉直播 但依旧有不少人知道了 林大画家引以为傲的作品 不过是借了别人的光罢了 我对上林雨昕满是怨恨的目光 如同那年 我朝她无辜地笑了笑 我的谢礼 林小姐还喜欢吗 这件事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很多人都在猜测 我因为离婚 选择报复林雨昕 我首次公开回应 爱人是一件很累的事 我决定好好爱自己 可这次回应 也引来了一波舆论 不知道是谁整理了上学时期 我为富裕做过的那些傻事 标题惹眼 富裕这次真的错过了最爱她的人 我有些苦笑不得 这些事 放在现在来看 只会让我觉得 当时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再爱 也不能丢失自我 又是大雨的夜晚 雨夜 总带着令人难以抵挡的良意 年少的喜欢 逐渐在脑海里清晰回放 又逐渐演变成如今的模样 靠在驾驶位闭眼沉默时 车窗忽然被人敲了敲 我愣了一瞬 落下车窗 毫无防备和窗外的富裕对视上 这么大的雨 它连伞都没撑 浑身湿透 就这么看着我 连声音都发着颤 白续清 我们谈谈 好不好 我诧异 有什么好谈的 富总不要在我面前上演那些 失去后才追悔莫及的桥段 只会令我觉得好笑 富裕被这话说的 脸色有些难看 车窗闭合前 我听到极清的道歉声 融在雨声中 富裕说 对不起 听到这句话 我忽然又打开了车窗 饶有趣味地看着富裕 你说什么 富裕红着眼看我 可是我后悔了 白续清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世上最廉价的 就是男人的后悔 什么机会 这三年 富裕红流在外 居然有朝一日 会和从来没放在眼里的白续清道歉 恳求一个机会 我笑出声 这话传出去 不怕惹人笑话 我不在乎 富裕垂着眼 雨水不停从他脸颊往下躺 我从未见过富裕这样失态过 富裕伸出手 手掌上放着一枚格外熟悉的钻戒 我找回来了 找了三天 富裕轻声说 白续清 我好像习惯了有你的生活了 你能不能别离开我 是吗 我朝富裕笑 用着当初他那无所谓又轻蔑的语气 一字一句问他 可我不想 怎么办 我在富裕的注视下 缓缓合上车窗 听说那晚 他在雨夜里淋了很久 可我不明白 人为什么总是在彻底失去后 才会知道珍惜 一场拍卖会 我早早来到会场 今天有一款 我一定得拿到手的拍品 也是今天的压皱物 大概是前几天 林雨昕那时闹得很大 不少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不停打量 我不想浪费精力去应付 靠在座位上闭了眼 静静等待想拍的物件 感受到身侧的人忽然离开 下一秒又重新坐了回来 会场忽然一片哗然 我意识到不对 睁眼目光和身侧的富裕撞在一起 他微微俯下身 压低声音 轻轻我是真心的 别再躲我好不好 周围的目光逐渐变得不对劲 我压下不耐 起身换了位置 富裕二话不说跟了过来 不管他走到哪 都会有人识趣地 给这位富少爷让出位置 富裕 你知道小丑两个字怎么写吗 富裕愣了一瞬 垂下眉眼 无论你怎么说 这次我都不会离开 随你 拍卖会逐渐接近尾声 最后一款拍品出来时 我终于提起了兴趣 但显然没有那么顺利 从富裕进入这会场的一瞬间起 我就知道他来要做什么 但凡我出价 富裕一定要高我一截 价格逐渐飙升到 不属于他的高度 富裕坐在我身侧 神色淡淡 依旧没有停止的意思 富裕价格再次翻倍后 我犹豫了 虽然我很想拍下这件单品 但很显然 他并不值这个价格 既然如此 就是我和他无缘 这些年 唯一让我学会的道理 就是放手 不属于你的东西 强夺过来也毫无意义 最终 这款拍卖品 被富裕拍下 我离场时 忽然被富裕抓住了手腕 他手里拿着 刚刚高价拍下的物品 递到了我面前 当初那条项链 是我不对 富裕的声音很低 这当作我的歉礼 从前种种 我会一一弥补回来 轻轻 求求你 给我个机会好吗 我被富裕这话逗笑了 富大少爷真是 我顿了顿 一时间想不到 用什么词来形容 最终 我朝他做了国际友好手势 你是这个 在场不少人 亲口听到这些话 是从往日里 高高在上的 富少爷嘴里说出时 眼都直了 桀骜不驯的富裕 也会有这样低声讨好的一天 这段时间 富裕不断出现在我面前 每日 都会有新鲜的花送到公司 我看都不看 就丢进了垃圾桶 富裕就在不远处站着 神色渐渐暗淡下来 他微微扯了扯嘴角 当年你就是这种感觉吗 我吃笑 还差得远呢 对不起 是我不好 富裕 你能不能 富裕声音都哑了 给我一个机会 我盯着富裕这副模样 冷笑道 富裕 你凭什么认为 会有人永远停在原地等你 富裕身形一僵 他沉默了半想 才轻声说 我只是想好好弥补 不必了 我转身往回走 我不需要 圈里疯传 离婚后的富裕 后悔莫及 如今要开启弥补的路了 谁都没想到 从前对待白续青 不冷不热的富裕 如今会变成这副模样 仿佛疯了一般在弥补 风水轮流转 我刷着这些八卦 沉默地想 弥补的路 不会有这条路的 不会有人一直在原地等你 富裕从前就是个 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性格 他固执地认为 我依旧爱他 只是 从前他玩得太过火 我不能原谅 所以 他心事动众 办了一场盛大的求婚宴 那天 林雨昕也去了 他看着这场求婚宴 难以置信地冲向富裕质问 为什么 你爱上白续青了吗 那富少爷对我的示好 送我的项链又算什么 富裕垂眼 那时候是我没看透自己的心 我没珍惜 可我现在后悔了 我不想他走 求婚宴很盛大 比当初富裕送去限量戒指那时的风头 大了数倍 他说 若我不来 他就一直等 我等了他这么多年 换他 他也一样等得起 天空作美 下了大雨 富裕撑着伞 一遍遍打着我的电话 从前我幻想过无数次的场景出现了 在我彻底不需要的这天 桌上的手机传来一遍又一遍的震动 我垂眼盯了一阵 平静挂了电话 关机后扔到了沙发上 当初我一步步走出来的路 我不可能再回头了 回头 就是对不住当初日夜等着富裕夜晚的自己 有句话说的没错 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 富裕仗着喜欢 有恃无恐 辜负的人 有什么资格寻求原谅 不少媒体记者等女主人的出现 但从天亮等到天黑 依旧没等到 这场求婚 注定变成了一场茶余饭后探讨的笑话 就如同那时风流在外的富裕 对待白旭青一般 如今的白旭青 已经顺着那时的风飘了很远很远 不会 并且永远 不再回头了 富裕再次找到我时 变了许多 那时举止间 都是风流潇洒的富少不见了 她眉眼间 带着浓重的倦意 似乎很久没能睡上一场安稳觉了 为什么会突然不在意了 她执着地问我 如果 我没有送林雨昕那条项链 你是不是就不会跟我提出离婚了 我朝富裕温和地笑了笑 这三年里富少做的事 还需要我帮你回忆吗 你不用摆出受伤者的姿态 失望不是一天能够达成的 失望攒够了 总会有离开的一天 不是吗 大概这次真的伤负欲伤得很了 她沉默了很长很长时间 最后抬头问我 还能让我再抱一下吗 我礼貌后退一步 别让最后这连体面都消失 今天天气很好 我不想说出不得体的话 富裕眼底的光彻底暗淡下来 挺好的 她苦笑 如果当初我能回头看看就好了 可这世上哪有什么如果 我抬头眯一眼看着头顶灿烂温暖的阳光 六年时间让我明白 爱人的前提是要爱自己 没有人会喜欢上失去自我的人 爱情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可爱自己是 爱自己始终是浪漫的开端 从始至终都不会改变